字幕字幕提供 Hi guys, this is GoBinchan's YouTube channel 今天主要是 也是後面補錄那個Week40的 Talking 那我自己是在想說 想要講的主題是 為什麼 班林老師車好多 那我主要想講的是 為什麼 往回走嗎 是往回走 蛤 是往回走嗎 蛤 你要問路還是你要 不是不是 因為剛剛有人問 喔 喔 我們跟他講了 他從這邊可以穿進去 喔是從這邊 這邊可以 這到哪裡啊 這管制區耶 這我不清楚 好漂亮耶 這邊是停車場 我們跟他講 對 從這邊走上去 喔 成 Knights 我們照顧 馬路比較危險 繞兩圈了,這位大哥 歡迎回到狗冰的YouTube頻道 這次主要是想要補錄week40的Vlog 那week40想要講什麼呢 就是想說 我前兩次的東西都PO的跟政治有關一點 別的都被報告 有人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一畢業就感覺好像轉走了政治線 我也是很幸運的突然接到了這樣子的 算是政治性的工作 對 那如果父母看到這個又會靠北我說 為什麼你要接這個 你的立場太明確 你把這個丟上來怎樣 whatever 其實有些東西我也不能到現在就講 因為有些東西是工作比較隱私的內容 但是大致上就是跟各位講說 我轉的東西比較偏政治向了一點 就是我的個人的工作的關係 那 那 不是說不去討論 也不是說不去參與 而是說 這個本來就是每個人公民應有的權利 那我只是在旅行說 我以前沒有機會可以觸及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的事件 這樣子的 內容 政治性的工作內容 那很有機會可以去碰觸 然後讓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議題 甚至參與其中 讓我感受到很不一樣的 氛圍 社會氛圍 或者是政治氛圍 Anyway 那我也不確定這支影片什麼時候會出來 那我也不確定這支影片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呢 我就簡單的講了一個 前幾天在跟人家 討論這件事 討論政治的結論好了 不管怎樣 希望各位 明年的1月11號一定要記得投票 然後呢 記得擺脫過去家裡的意識型態 跳脫框架去獨立思考 省慎選擇自己即將投下去的候選人 這才是真正對得起自己的公民參政權 及體現民主選舉的價值 不要跟我說兩個候選人都很爛 那高下之分一目了然 我是高雄市民 懂嗎 兩個人都很爛 然後你兩個都不要投 你不是比高雄市長還要跟智障低能 Anyway Reach Forty 告訴你 為什麼我的 Vlog 我的頻道變得比較有一點政治向的內容 And Hope you like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And I w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And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I w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ou guys Bye Ciao I w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